中国英语版的《环球时报》报道说,青海省的藏族学生的抗议活动已蔓延到青海省北部的数个地区。 《环球时报》英语版隶属于中国的执政党、共产党的机关报、人民日报的旗下。 这份报纸星期五报道说,一些藏族学生周二和周三走上青海几个城市的街头,抗议一项只使用汉语教学的计划。 和平示威活动星期二开始于青海省同仁县,推动西藏人权的组织自由西藏首先报道了抗议活动。 这个组织说,共和县恰补恰阵有大约两千名学生星期二举行了游行活动,此外还有一组学生在另一个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。